我的小孩子雖然有手冊 可是他没有攻击性 乖小弟乖乖坐在客厅 不吵也不闹 没想到一个星期前 却突然接到校方通知 拒绝他继续升学 只因为他是自闭症的身障学生 国中部之前也有身心障碍的学生 唯独现在开始 就是国中部不收 因为你的小孩持有手冊 那我也觉得很错愕 爸爸除了错愕 也怀疑过程不单纯 因为他们住在高雄男子 几年前就让儿子跨去到古山 这间私立完全中学就读小学部 原本今年毕业后 要直升该校国中部 但却突然遭到拒绝 让爸爸怀疑跟毕业前 儿子被欺负的一起纠纷有关 我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喝水 他说因为上厕所会被同学闹 那所以我就请他们学校帮忙注意 原来郭小弟四月初曾被同学欺负 爸爸22号向学校反映 但28号校方却说忘了处理 让他气到要求提出姓名调查 原本以为校方会秉公处理 过程中儿子也放弃原学区的国中登记 甚至到了7月5号还参加学校的衔接课程 没想到两天后调查结果出炉 15号他们就被通知拒绝入学 让家长气炸了 学校的国小及国中部互推责任 但根据教育局规定 学校不得拒绝伸葬学生入学 对于学生被欺负 有无延误通报也将调查 如果校方态度强硬 教育局也将扣除补助款 来维护学生受教权益 不管结果如何 都已经让学生的受教权 先受到侵害 TVBS新闻局接用何一信 高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